履行政府责任,确保基金永续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侯俊良 与立法委员林俊宪、陈玉珍及黄国昌 还有多个县市的教师联合工会代表 共同呼吁行政约履行政府责任,确保基金永续 因为根据估计,公教人员退附基金将分别在 2051年及2048年用庆 因此,全序部提出播补精算 其中分10年拨补对退附基金和政府财政最为有利 不过行政院方面却选择20年拨补方案 让教师团体无法接受这种选择性改革及拨补政策 今年行政院所送进来的一个预算 就是编194亿,每年编194亿 那我们需求的一个10年拨补是317亿 还有一大段的一个距离 那如果以10年拨补跟各位报告 总共要拨3170亿 如果是用20年拨补 总共要拨3880亿 所以很明显的用20年拨补 最后政府还要多支付710亿 再加上整个政府要去因应 后面基金用性的一个年限 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怎么看10年拨补 都比20年拨补来得省钱 而且在效率上是最重要的 全校总诉求也获得 朝野立委不分党派声援 要求行政院应该落实 立法院2022年完成的拨补法制化 依据精算报告 拨补退付基金新旧财务缺口 如果以整体的拨补数据来讲的话 会省很多钱 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应该要善尽 第一个政府也是基金的管理人 能够善尽管理人的一个职责 那也是身为雇主的一个态度 那今天又是教师节前夕啊 所以我在这里也支持啦 那我也提醒请政院 那我们是不是在 在明年在筹编2026年的预算的时候 就应该采取10年拨补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每年要编列317亿 来到我们的队伍基金 来确保我们基金的永续 按照这个这个的拨补的话 那事实上如果分10年 事实上是可以替政府 节省710亿的预算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的公教人员 看到我们政府照顾我们公教人员的这种决心 这一点其实上是安心的做法 所以我们建议说 事实上我们是强力要求说 事实上这个行政院应该 按照之前立法人通过决议 经算过后又为政府节省公堂的情况下 分10年把这个基金的预算补足 第一个节省710亿 第二个也才是真正在对我们这个教师人员的一种尊重 让大家无后顾之忧 我们也公开的呼吁 台湾民众长党团也全力的支持 那既然要10年拨补 就不要为德不足 从2026年才开始 今年就利用总预算重编的时候 把该补的317亿 把它给补足 那以后每一年 以后每一年都按照这个服务 以后每一年就按照这个服务度 负起政府应该负的责任 那给我们所有的公教朋友 一个最基本的公道 全教总除了感谢朝委立委的支持与声援 也期待立法院能做出明确决议 要求行政院依据10年精算逐额编列预算 以确保退付基金永续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